師父我回來了 找到我師父了 怎麼樣 查得怎麼樣 大有收穫 你們看 你幹什麼呀 去臨安城買了些那麼醜的畫回來 師父這個你就錯了 這些東西呢不是買的 是我畫的 為什麼我畫呢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因為我的墨水底子不是太好 所以說呢我不能寫只能畫了 你看啊 從這兒 我到杭州和臨安 看見很多很多的女人 廢話 那些女人到杭州和臨安 幹什麼去了呢 是尋找他們的丈夫 他們的丈夫都無緣無故的 在這一帶消失了 而且呢 我還聽說什麼呢 少林三神僧也消失了 而且這邊呢 還有士兵和侍衛把守 表情非常古怪 這位是 這張啊 這個老頭整天盯著我 還知道我是武當派的 然後呢 跟我說是什麼聖僧 要你親自到杭州去一趟 哦 原來聖僧去了杭州 哎 都是騙人的嘛 杭州街頭啊 到處是什麼棍魔啊 劍聖啊 拳王啊 肯定都是騙人的了 聖僧 等我 我很快就到杭州 師父 杭州雖然不大 但也不是什麼小地方 何況那些武林人士 都被囚禁起來了 我想 不會那麼容易找到他們吧 對啊 我們這樣找著會引起別人注意的 你不小心 連我們都捉了 就慘了 你就放心好了 失蹤的都是些武林前輩 這裡除了張正人之外 都是些無名小卒 我想啊 不會被捉的 是吧 放心吧 我已經派了個探子 做我們的先頭部隊 探子 探子是哪位士兄弟啊 嚴格來說 他是第一個入門的 正所謂夜晚別說神 白天別說鳥 來了 怎麼樣 植古仔 好久不見了 我叫你去找那三位少林神僧 找得怎麼樣啊 他在前面啊 真的 他他他他講什麼 不管他講什麼 總之跟著他走就行了 帶路啊 謝謝你啊 師父 這裡好像有埋伏 師父 我們分頭搜一下 這裡怎麼看 也不像藏得住三位神僧 有沒有搞錯啊 你有沒有帶錯路啊 這些不是神僧嗎 我們要找神僧 不是要找神像啊 故事都一樣啊 想不到人有惰性 鳥也有惰性 我怎麼看 你不去